對於陳宗彥前吃打的所謂小雲有在嗎這個事件 我們再次的強調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的監察院 永遠只辦藍營不辦綠營 這是非常可恥的一件事 早期說這是玉史大夫 但是我們看到玉史大夫竟然是只看顏色辦案 今天陳宗彥這個事情 公然為酒店來護航 而且酒店的工程要變更設計 這個設計何等重要 陳宗彥的回答竟然是 哪一位小姐有沒有在 竟然八次出去免費性招待 對價已經非常清楚 我們台南地檢 第一次2015年2016年 偵查的時候火速牽結不起訴 然後在立法院炸開以後 再重啟調查一年了還睡在台南地檢 現在監察院的報告已經這麼清楚 竟然可以投票 只有兩票認為說需要彈劾 我們就知道我們今天國會民進黨的表現擊中難反 那今天監察院真的早就應該關門了 早就應該歇業停業了 這個完完全全喪失了他的道德跟制高點 這樣的一個監察院真的為人民所唾棄 一個這麼如此明確貪污賭質 而且讓全國國人都看到 這樣的一個醜聞 竟然是不予彈劾 這個此言為國家的玉死待敷 我想今年下半年 監察院一旦審查的時候 國民黨團會有一個清楚的立場來表示 過去監察院曾經關門三年 那個就是因為效能不髒 我想今天此時此刻 現在的監察院有勝於當年的惡劣 我們再次的強調 我們看到羅志強的政治獻金 被整個抄家滅門來查辦 最後是監察院自己吃掉不齊全 羅志強委員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每一天齊齊如律令 都是五天內要回復 我們再次的強調 對在野黨不斷的追殺 對執政黨視若無睹 這個就是今天民進黨總統賴靜德當選人 為什麼只有40%的選票 在60%的人要下架民進黨的同時 立法院民進黨的效能不髒 以及監察院一再的包庇 這就是今天執政黨帶給全國國人的成績 副院長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太平法的議題 就是說現在有立委就是說 如果說總統蔡英文這次不登黨的話 那他們還是會去你怎麼看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總統或者國安部門 他們的考量是什麼我們尊重 但是立法委員或者是立法部門 尤其國會他代表民意 不管是去考察或者關心 我覺得這並無不妥 我也去過 那尤其太平島是屬於我們整個國土最南端的一塊領土 那不管是元首或者是我們的政府單位 包括行政部門 國會部門 民意機關 能夠前往去考察也好 關心也好 宣誓主權也好 基本上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還是我們的國土 那如果說國土 總統也不能去 然後官員也不能去 民意代表也不能去 那就很奇怪 當然我們希望說 在那邊束手的 不管是官兵 或者現在的這個海巡單位 我們必須慰勞他們的辛苦 因為我們也知道 南海情勢跟過去是不一樣 可是在這樣子的這個各自 這個國際的角力當中 台灣也必須有聲音 中華民國也必須在這過程當中有聲音 那總統或者是行政機關 他們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不能前往 那至少在這件事情上面也應該要表態 也要對國際表達我們的立場 跟我們的主張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 否則久而久之 大家就不把你當成一回事 也不會感覺到你的存在 那國際上是很現實的 當你都不說話 甚至在我們外交困境的情況底下 周邊國家跟我們也沒有邦交關係 所以人家的南海對話 有把你拉進去也沒有 2016年聯合國 這個國際法庭上面的仲裁 也把他仲裁為交啊 對不對 那當初剛上任的蔡總統 也很生氣啊 出來說不是叫是倒啊 對不對 但是幾年過去了 我們在這裡也繼續的建設 那現在立法院通過 其實過去八年我們陸續通過經費 不管是做軟硬體方面的加強 還有包括現在港口的這個擴建 也已經完工了 這都是事實 我們也應該讓國際知道嘛 這就是我們的領土 所以不管是總統去宣誓 或者民意機關 國會去宣誓 都可以 但是就是要讓國際知道 這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在這裡是有權利的 不需要把這件事情去 去扣帽子去抹紅等等 宣誓主權怎麼會是被扣成是說什麼 唱和對岸或什麼 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國家的主權 這是我們的啊 人民也會希望說 政府要有動作嘛 否則你哪一天被占的都不知道 被搶的都不知道 我們過去不是沒有這種經驗 以前在太平島旁邊 你去問過去的這些束手的 那個有可能一夜之間就被搶走都不知道 對不對 為什麼南海對峙的情況 會演變到至今這個狀況 就是大家在這個主權上面仍有爭議嘛 可是我們過去啦 我們就是主張說 這個主權爭議可以擱置 大家應該透過對話和平的方式 甚至共同開發 或者是我們願意在這個島上提供 人道救援的一個地方 這個都是很好的主張嘛 那要講同時也要做 那當你有做有行動的時候 大家就會感覺到你的存在 感覺到你的存在的時候 就不敢亂來嘛 就不會說 這個哪一天趁你不注意的時候呢 然後 可能採取一些突襲的動作嘛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大家應該是 往 國家主權 捍衛領土 維護和平 這樣子的方向理念去做就好了 關於這個太平島的這個碼頭完工 就傳出 蔡總統好像不敢去登上太平島 到底在怕什麼 難道是美國的壓力 當然怕美國了 當時馬英九 陳水扁馬英九去美國就反對了 那我知道 馬英九的時候 美國非常反對 但他還是去了 那去了呢 都是用在任期快滿的時候 反正任期要滿了 就臨去秋波 去了一下 那蔡英文現在也是任期要滿了 就不敢去嘛 那老美是說怕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很複雜了 你來以後是不是搞得更複雜 而且你主張 那老公可能也主張 就搞得這個 到底是屬於誰的 老美怕這個了 但是我覺得 他是我們的國土啊 對不對 既然是我們的國土 那總統去那邊宣誓主權 這名正言順啊 這有什麼 我甚至還主張那邊開放成我們的這個 觀光 觀光聖地 度蜜月聖地 新人鼓勵他們到那邊度蜜月 有個半日遊 一日遊 在那邊呢 這個做一些水上活動啦 釣釣魚啦 拍拍照啦 我覺得蠻好的嘛 那是我們的啊 我們不能去呢 不是很奇怪嗎 蔡英文到底怕什麼呢 怕老美需要怕成這個地步嗎 美國有美國利益 我們有我們的利益啊 而且我也不容易有什麼衝突啊